嗨 各位好 我是卢卡斯 欢迎来到这个大家一起假装关系国家 但实际上只是在看校话的单元新闻 随便看 今天也要来为你整理上周发生的事情 首先地责新闻 恭喜大家了 在我们的教育部长 莫哈莫阿兹英明的带领下 我国的校园霸凌数量 曾显著的下降趋势 那根据我个人预测 今年学校逃课人数肯定会下降 在校吸烟人数也会下降 易银老师打手枪数量也会减少 这绝对不是因为疫情的原因 导致所有学校都关闭了 而学生没有办法做这些事情 而是因为疫情的原因 让00后死掉了很多 我觉得这个教育部长 莫哈莫拉基 莫哈莫阿兹 其实有一点点像我 assignment group的groupman 有一次我们的assignment 就拿到了非常高的分数 然后我有一个朋友就走过来跟我讲 啊 多亏我做的这个cover 都写上了大家的名字 写的一个字都没有差 去前线去作战呢 是不是因为你怕死 哎 某种程度上我是赞同这个言论的 好 不幸呢 大家可以去看一个神作 叫做禁忌的巨人 艾尔文团长 利维尔兵长不也是上前线 必须把自己弄死了 或者是弄残了 才算是真正的把自己的心脏给献祭出来吗 我觉得阿三哥也是一样 必须以肉身去测试这个疫苗 达了疫苗之后再去故意感染病毒 这样子我觉得才算是一个合格的卫生中间 然后张庆幸很庆幸的没有被阿三哥骂回去 阿三哥只是默默的讲了一句 身为一个穆斯林的 我觉得我随时随地都在面临着死亡 我随时随地都接受着上帝的考验 然后听了这段话之后 我真的觉得 还是当佛教徒比较安全一点 然后张庆幸不只是在国会里面骂阿三哥 他在脸书下方也是积极的留言 他说你们这个网民是不是阿三哥的 帮他打亮打磨他的球球 又或者是他讲说阿三哥想去联合国卫生组 织导秘书长 以及阿三哥没有即刻的封锁这些边境 才导致第三波疫情的爆发 某种程度上我是赞同的 如果阿三哥今天真的是做错事情 没有立刻关闭这些边境 那我们当然是可以谴责他抨击他 只不过YB 我觉得你骂到有一点点太凶了 你知道吗 如果你是那种去Rosted的那种烧烤大会上面 我相信你是可以拿第一名的 那我示范一下 YB如果到了现场会怎么样Dissball这些对手 大家好 No Hicham 你这个连前线作战都不敢去的人 还好意思Cosplay的希特勒 如果说一定要我参加你的疫情汇报会的话 那我宁愿自己得Covid-19 然后被抓起来 被放出来之后再得一次 No Hicham 你最近好像受到很多人的喜欢 但如果大家看清楚你真实的性格 就会像你的父母一样抛弃你 WOW 这个YB不能再这样Rost下去了 你再这样子 已经会被观众骂的 那我在这里要表达的很简单 就是阿三哥其实也是凡人 没有必要神格化他 让他完全不能够被人批判 没有必要 但是回过头来 张庆幸YB 其实抨击的也有一点点偏 因为如果你真的要骂的话 应该去骂那个叫大家喝温水的卫生部长 而不仅仅是他的下属 一个没有权力的卫生总监 能不能够关闭边境阻止第三波疫情的 关键是在这些政客手上 所以你应该去骂他们 不要因为Nohisham长得很像希特勒 就以为他很有权利 没有这件事情的 接下来我们来聊一个比较轻松的社会热点 那就是大家听过蝦王吗 Harkin 他是一个直播主专门卖海鲜的 但是他最近开始一个直播 就是卖旅游配套399 让你去到布朗瑞兰住4星级的hotel 然后机票还是马航的 30年以内都可以改名字改日期 真是太划算了 于是他当天肯定就报单了 金额就高达了300万以上 然后第二天 Laguna人社也就是那个4星级的酒店 就突然间讲说我和他没有任何关系 说自己的名义被盗用了 要网民小心 如果觉得被诈骗请去报警 那我在这里就诚恳的 跟蝦王沟通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我想问 是不是因为王雷最近卖海鲜卖得很火 所以让你生一下 这样必须卖旅游配套 第二件事情就是 其实由于我一直都是在骂政府 校政府 所以我其实早早就规划好了一个逃生路线 大概是在巴利斯跟泰国的边境这边 我找到一个小小的河流 然后有一个小船 然后可以划船过去就可以了 所以如果你想要跟我买这个路线 然后买下这艘小艇的话 请E-mail我好吗 要的不多 4% 30万就好了 那么接下来我也想跟受害者沟通一件事情 那就是其实我是秦始王的后代 秦始王其实还没有死 他只是被埋在了某一个兵马俑的深处 那个地方 所以他那天打电话跟我讲说 你只要现在汇款2000元给我 我去买一台挖掘机把它挖出来 以后他就可以把它收藏的 想不尽的荣华富贵都分给你 真的 真的没有骗你 不信的话 你这2000块给我之后 我帮你买一张机票 也是30年不会变 你可以改日期改名字 去到秦始皇陵 去跟他见一面跟他聊 如果你不信我的话 那我就学虾王讲一句金句名言 我的样子就是信誉 不是那个信誉 信誉 是这个信誉 那还有什么好笑的新闻可以看 大概就是火箭 叫马华说 你们4000万的拨款 并没有写在财政预算报告里面 然后马华就讲 你们火箭以前自己也是没有写在里面 然后两个人就在那边互相骂 为什么没有black and white 没有black and white 因为财政预算案用红笔写的 除此之外 财政预算案好像也漏写了很多东西 比方说安华就指说30亿的购买疫苗的钱 好像没有在财政预算案里面看到的 你到底写在哪里 还有8亿令吉用来提升学校的这些经费 也没有写在里面 到底是为什么 那这些部分 我们就等国会再次表决财政预算案的时候 我们才来跟大家详细认证的讨论一轮 嗯绝对是认证没有讲任何笑话的 所以如果大家喜欢这样子的内容的话 记得订阅我们 按赞我们 然后为了凸显我们的多元 我们在这里也要祝福我们的印翼同胞朋友们 图腰节快乐 图腰节是个有意义的日子 因为它寓意着我们的黑暗即将到头 光明即将来临 那我们也希望马来西亚2020年的黑暗 能够被2021年的光芒所替代 好的 我是路卡斯 今天的新闻随便看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喜欢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